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个单元是气体动力论 那气体动力论其实你们是最熟悉 也可能是最不熟悉的 最熟悉是因为你们在国中的时候 一开始学物理化学的时候 开始讲的就是什么 波伊尔定理 查理定理 对不对 这是你们在学物理跟化学的时候 那这些呢 我们刚刚讲的这些都是属于 你的这个聚观的性质 它的聚观的性质 那这个整个聚观的性质 在气体动力论里面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它所表现出来的是pressure 也可能表现出来的是这个 这个ballon 也可能表现出来的是温度 那甚至于我们在讲的 这个比热的部分 也是你所表现出来整个聚观的部分 这是我们看到能够用大的物理量去量测的部分 那在聚观的部分的话呢 你可以从poiler定理 我们可以看到 当温度等于constant的时候 那P跟V两个是成房比 这是你在poiler定理里面看到的 那第二个部分 也是我们实验上面 常常看到的就是查理定理 那查理定理的部分的话呢 它是pressure是等于constant 那pressure等于constant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就会看到 整个气体它的ballon 它其实是跟温度 乘一个比例 它一个比例常数呢 我们常常把它 在物理上面的话呢 我基本上没有把它这个写成阿化好了 那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两个 把它summarize的话 我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 就是PV等于constant 然后V6跟T乘比例 所以PV除以T 这个应该是等于constant OK 这个是对某一个 某个气体来讲的话 那你都可以看到的一个结果 那这个结果呢 这个constant的值的话呢 我们会发现不同的气体 好像它的值大概差不多 那这个值是多少呢 基本上面 如果你把PV除以T的值 我把它引进来的时候呢 我可以看到有一个几倍的R的关系 那R是什么 R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气体常数 8.314 OK 这个是我们的气体常数 那N呢 就看你的气体的大多寡的部分 那后来我们知道 N其实是就是你多少墨的气体的部分 那基本上面 这个就是我们常常写的 也就是你们熟悉的PV等NRT的这个关系 那是从Poyer定理跟查理定理来的 那今天我们接着要探讨的是什么 我们探讨的是它的围观 OK 你说你气体要呈现它的压力体积温度等等 到底是什么东西让它呈现这些物理量的改变 或者物理量的性质出来呢 那我们就必须对气体内部的原子 或者分子加以去做一个探讨 接着我们就要看它的围观性质 那对一个围观的情况的话呢 我们说对Idea Gaze来讲 首先 第一件事情是你现在要探讨围观的性质的部分的话 那这些气体里面到底我们要用什么东西去探讨它的围观性质 那这些particle 这些particle的部分就是我们把一群气体 那里面到底这个气体里面是什么东西呢 那这些particle这些我们要探讨的 牛顿定理来看待的时候 你一定是有什么物理 物理量或者什么力是在一个particle上面所产生的一些变化 那这些particle是什么particle 就是我们的molecular 就是气体的分子的部分 是我们要探讨 换句话说 你这些是一大堆的气体分子 是你要探讨的气体的particle 也就是说你要探讨的对象就是 这些气体的分子 那只是我们不再去明白的讲出来说 我们要探讨什么样的分子 那氧当然是氧分子 氢氢就是氢分子的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 刚刚我们已经讲到就是说 在物理的发展上面的话 基本上面一开始就是 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气体的分子 那受力 那力学必须要引用进来 换句话说 我们在这个地方是 第一件事情要假设 这些分子啊 它的运动呢 是什么样的运动 我说这些分子都是在混乱的运动 Rounder motion 你要记住 它是一个Rounder motion的部分 然后呢 它运动一定是遵守牛顿力学 这是第二个 你一定是遵守牛顿力学的 所以我们后面 要探讨的东西都是 Basic的这个定理就是牛顿力学的定理 如果没有牛顿力学的话 那你就基本上面 你就探讨不下去了 第三个 这些气体分子有多少个 我说它的量是非常非常的大 那为什么会说我需要去讲这件事情呢 因为你如果量很多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统计 你如果三个五个 那下一瞬间全部的东西就改变掉了 那因为你的量很大 所以你整个 我说这些气体 到底有多少个particle 它的速度是什么样子 这个distribution 不管你的distribution是什么样子的distribution 这个distribution呢 不应该是会改变的 因为它量是很大的 那虽然你是Rounder motion OK 那也许整个distribution 会随着温度改变 但是温度如果不改变的时候 这个distribution是什么 是固定的 这个是为什么我们要讲它的量大 就是因为 我们要用统计来 表示我们后面的东西 那第四个 在讲气体动力论的部分的时候呢 我们会忽略这些particle 那第五个部分的话呢 我为什么要讲第四个部分的话 其实是为了第五个来讲的 也就是说 既然你这个气体是很多 然后气体的体积你是不管它的 如果你是气体之间的作用力啊 不管它是引力 或者是刺力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都可以视为假设 这个particle呢 在碰撞的过程当中它是有受力的 碰撞完了以后呢 它这个力量呢就几乎等于零了 这个force呢差不多是等于零了 那只有什么时候是这种情况是什么 是存在呢 也就是说 如果 我这是一个 我的气体 那 我现在 我发现 在这个气体的受力 几乎 这个气体的大小 只有 在这个force 这是R 那我们可以看到 当你的force一旦进到 气体的particle里面的时候 它力量很大 那在外面的时候呢 它其实受力是很小的 那我们看到我刚刚现在画的是一个次力 如果我现在画的是一个引力 OK 那 就不一样的情况 反正你这不管是次力引力 那我们现在我们都讲这说 其实它只有在两个气体particle很近的时候 它才有interaction OK 好 只有两个气体particle很近的时候才有interaction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说它是没有其他的interaction 在碰撞期间它才有受力的部分 既然你已经讲到碰撞了 那到底它的碰撞是什么样的碰撞呢 我说它的碰撞啊 都是弹性碰撞 这个碰撞呢 是弹性碰撞 而且在碰撞之间 它是几乎是可以副裂掉的 所以你现在你知道你在探讨的系统了 这个系统是有非常多的particle 那这个particle呢就是我们的分子 而且呢 它呢 一旦很靠近的时候它发生碰撞 它才有 它们之间才有力量的作用 那其他的时间呢 它几乎就是用碰完的那个速度在行走 那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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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又碰到另外一个的时候 那它才改变速度的方向 然后改变速度的大小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OK 在这样的条件底下 我们现在我们来探讨 它整个的process 那我们说 首先我们来探讨 什么是压力 我们要来探讨什么是压力 那你说你现在这个molecule的这个气体的话 每一个气体它的速度 我其实可以把它分为Vx Vy Vz 三个分量 那我又把这个ballon呢 它的长度 长宽高 通通用L来表示 换句话说 我简单的去看这个ballon的话 假设我以其中的一面来看待它 我想要去计算这一面墙壁上面 手受的压力是多少的话 那我首先我必须要知道的是 压力是什么东西 我们说压力啊 就是单位面积手受的力 对不对 对不对 这是压力的定义啊 那你就要去来看 到底这一面 这个壁 到底有受多少的力的作用 那你要知道它受多少力作用的时候 那我们说力 在单位时间里面所受的力 就是我们的这个动量的改变 这是你牛顿定律告诉你了 也因为这样子你就要再来研究的就是 这个动量改变啊 没有发生碰撞的时候 那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 它是没有力量作用在它身上的 所以我现在要看的是 A1这一面强的这个pressure的话 那你要研究它的力 我就直接看A1上面 它的momentum的改变 那我说进去的momentum 跟出来的momentum 你对这一面墙来讲 这是A1 这个particle进来 它是V1 这个VX OK 然后跟这个墙产生碰撞 然后出来也是VX 因为它是一个弹性碰撞 所以进去出来都是一样的 因为墙是一个非常结实的 这个固定的墙的部分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particle的质量是m momentum的改变 就是等于P1 改变到P2的部分 那就是P2-P1啊 那换句话说 现在进去是等于负的MVXI 然后出来的话呢 是等于MVXI 所以你进去跟出来就变成两倍了 MVXI 这是你的momentum的改变 所以 所以 不管这个Ion过着这个molecular的话呢 它的force 就乘以ΔT 就应该是等于ΔP1 换句话说 我的momentum 这个molecular 它的 它的 这个 这个 FORSE的大小 就等于ΔT分之 -2MVXI 这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吧 那ΔT是等于多少呢 你看看这一面墙壁 多久的时间 它会撞一次 假设这个particle 从这里过去 再来回来 再撞一次 每撞一次的时间 这是L 那就是不是等于2L除以VX 这是ΔT 所以我把我的ΔT放进来 ΔT是等于2L除以VX 你把它放进去 所以我的momentum 所对应给的力 就变成-2MVX 然后VX乘2L 那这个就负的L分子MVX的平方 这是我们这个molecular的 所受的力的情况 那molecular所受的力呢 其实跟这个墙壁所受的力 是更好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墙壁所受的力 它就等于负的L分子MVX平方 那pressure是什么 pressure是 我们说用P表 这是小P 这是大P 两个不要把它分掉 三位面积 这个墙壁所受的力 就是它的pressure 那也就等于A是等于L平方 所以这是L三次方分子 这是负负的正VX 到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你知道墙壁整个的每一个气体分子 对这个墙壁所给的压力 这是每一个气体分子 那你现在你有N个particle 所以我的total pressure 是不是把所有的particle 的pressure加起来 我把它写成I好了 那换句话说 我就是L三次方M 然后把每一个particle 就是DI一个 第1个VX 第2个VX平方 再加上DI个S平方 因为你有N个particle 所以NX 要把它全部加起来 就是你的total pressure 到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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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